那明明仲彦兰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为什么还不愿意放花钱离开呢 仲彦兰为什么不愿意和花钱合理呢 她难道真的想要坐享其人之福吗 一 错误的开始 花钱原本是要嫁给仲西武为妻的 可她喜欢上了仲彦兰 她脚尖脑汁也要嫁给她 为此做了一系列措施 她看到沐瑶和仲彦兰走了近 她便刻意去监禁木窑 和她成为闺蜜 以便有机会迫害她 让她不能和她争抢仲彦兰 她为了嫁给仲彦兰 顶替了仲彦兰小时玩伴的身份 她冒充她是她的心爱之人 这样还不够 为了万无一失 她下药迷晕了仲彦兰 和她躺在了同一张床上 假装他们之间有了夫妻知识 花钱做的那些措施都是为了得到仲彦兰 为了嫁给仲彦兰 她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可仲彦兰注定是木窑的 她再不择手段 也只是他们感情的催化剂 仲彦兰对她其实并无儿女之情 有的只是责任和愧疚 可她利用了这一份愧疚 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她的妻 而强扭的瓜注定是不甜的 二 责任还是真心 花钱偏仲彦兰 说自己就是那个小时候和她一起在寺庙里玩的人 她以为周彦兰爱上的是小时候的那个人 其实不是 哪怕周彦兰真的把花钱当成了小时候 陪她一起玩耍的人 她还是对木窑动了心 她为她的与众不同而心动 这一丝心动从他们重逢就开始了 她既放心不下对花钱的责任 也放心不下对木窑的真心 她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要对花钱负责 可她还是舍不得放木窑离开 在她还未察觉的时候 木窑就已经在她心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她在新婚之夜撒谎出去是为了救木窑 在婚门之时 抛走离开也是为了木窑 她对花钱有愧疚 有灵犀 唯独没有爱情 她对花钱的责任与对木窑的真心 在不断地撕扯 她一直都在为他们两人中徘徊游走 前一是因为她的犹豫 让花钱患得患失 屡次对木窑动手 每一次木窑出事 都会让她和木窑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花钱对木窑的每一次伤害 都让他们的感情越发深厚 花钱就是他们感情的催化剂 三 邪恩图报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周延兰在已经明确自己的心意之后 还是不愿意放花钱离开 她一边拒绝花钱离开 一边又和木窑在桃林里面你弄我弄 有人说因为周延兰渣 是因为她想坐享其人之福 其实不是的 周延兰不愿意放花钱离开 只是因为她想保住花钱了一条命 在花钱中见以后 周延兰彻底被她舍命救她的举动感动了 一心想要断掉和木窑的来往 想静静地守着花钱度过余生 给她想要的安稳 她吩咐下人将自己的行李 全部搬到花钱的房里 她决心要好好对待花钱 可她没有想到现实给了她沉重一击 花钱选的第一句话 就是对以往做过的事情的解释 这解释偏偏是在她 刚为她撞见以后 她堵定了自己刚刚救了她 知道她即便生气也不好发作 这个时候她只能选择原谅 她生气 她郁闷 她想发现 可她什么都不能做 她只能离开 她其实不是怪花钱骗了她 她只是讨厌她的邪恩图报 讨厌她在这个解雾眼上告诉她 让她无处发作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是很脆弱的 一旦有一个脚出现了裂痕 那就会全面崩塌 她开始怀疑花钱的动机 她会帮助木窑插迷真相 她想知道在孟家出世的这件事情上 画家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四 不愿合理的原因 她不愿意看到花钱虚弱的模样 于是故意躲在书房不愿意去见她 可花钱却主动来到了她的房间 要自己下堂 这无疑是再一次地打了她的脸 当初明明是花钱说自己心愿于她 想要设计也要嫁给她 现在却只想合理 甚至在她门前说完合理以后 立马就回去收拾行李 这不是在把她当猴耍吗 哪怕她嘴上说自己对她能有多么的情深似海 可她在她的眼里看不到了她对她的半分深情 她知道她灭了灯以后不能失误 为了惩罚她的口是心非 她故意把灯灭了 可又怕她受伤 于是把窗户打开 让月光可以透进来 可她还未走远 就听到了花钱对她的咒骂声 说她忘恩负义 她要真的忘恩负义就会放她离开 在知道花钱骗她以后 她就对沐家的事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发现一切正如沐瑶所说 这一切都是画家在搞鬼 然而画家的罪行并不只是如此 一旦见发 画家这一组都会被逐连 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放她回画府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合理了 她怕到时候自己不能保她 只有等见发了画府的罪行以后 她才能安心地放她离开 到时候也算是抱了她这舍命之恩 花钱不知道 其实众一兰不愿意合理 其实是她知道了画府的结局 想要保她一命 对不起